結實器畫面中 身穿紫色上衣 短褲 踩著一雙腳腳拖鞋的女子 來到美甲店內 做光療又貼鑽 又直睫毛 還買了紙圓油 店員從下午3點多 一直忙到晚上9點 把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 結帳時 女子假借帶來的信用卡不能刷 要去附近的超商領錢 告訴她說要去領錢 然後就離開店家 然後離開店家之後去領錢 然後就沒有回來過了 店家等了半天沒看到人回來 根據女子留下來的資料 打電話詢問 結果發現根本是空號 店家這才驚覺受騙 他們也懷疑 女子留下的名字可能也是假的 於是立刻向轄區派出所報案 她是騎摩托車來的 我們還在調 還沒調到她的車牌 還在調車牌 我們調到她的手出去 對 警方調閱監視器畫面 發現女子疑似騎機車前來 目前正根據車號 追查證明女子的身分 而像女子這樣子 又做美甲光療貼鑽 又是直睫毛 五六個小時下來 所費不資 做水晶 然後又做光療 又卸甲之類的 這樣她又買紙原油 然後這樣大概一般美甲店 應該差不多消費五六千左右 這樣子 受壞店家被女子擺了一道 又賠了五六千塊錢 他們氣得把女子的影像po網 提醒同業要注意這號 做美甲不付錢的頭痛人物 記者是孫玉航總銀 台中報導